大家好 我是吳明老師 感謝您觀看本集節目 2024年甲成年整體流年運勢系列 我們已經推出了三集影片的預測 包括甲成年整體運勢篇 太陽畫記載流年命盤十二宮運勢篇 以及甲成年流年命宮 成為各組新運勢篇 如果還沒有觀看的同學 請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前去觀看喔 在2024年甲成年流年運勢系列 最後一集影片中 吳明老師將預測十二生肖 在2024年甲成年的整體運勢 分別以各生肖在其命宮 夫妻宮 財博宮 極二宮 官入宮 分別說明整體的流年運勢 吳明老師將會帶給大家 滿滿的十二生肖完整的運勢分析 並會在每個生肖運勢預測的最後 提醒男命與女命在2024年甲成年 趨吉避凶的方法 請大家記得觀看到最後喔 此外歡迎大家多加使用超級感謝贊助的功能 給予我們實質上的支持 也請大家踴躍訂閱與支持 吳明老師免費紫微斗數教學頻道 一起來規劃2024年甲成年的美好目標和計畫吧 接下來吳明老師將為大家揭開 2024年甲成年十二生肖流年整體運勢 預測的神秘面紗 屬屬的生肖在2024年甲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屬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攻天良心擔作 但被對攻遷移攻的太陽化劑衝爆了 所以屬屬的同學表這一年容易在外勞碌 也容易惹是生非 對男性近親不利 男命為父親 父不存則為自己 女命也為父親 父不存則為丈夫 如果夫不存則為兒子 都亦有意外的災厄 總體而言 屬屬的同學這一年需要特別留意身邊的人和事 謹慎應對各種挑戰 以確保平安順遂 此外太陽星在武功望世卻化劑了 會減低太陽星的威力 這一年與父母的緣分可能相對減少 特別需注意在外活動時容易發生意外 因此應加倍謹慎 值得留意的是太陽星位於遷移攻正做太陽化劑 因此建議在這一年避免國外旅行 以免不必要的風險 另一方面 天良星的存在 象徵著照顧的力量 顯示這一年可能會有許多照顧的事情發生 難而由於太陽星主博愛 但同時又化劑衝向命功的天良星 這些照顧可能伴隨著各種狀況 因此建議減少過於強勢或喜愛干涉他人事物的傾向 以維持較為順利的生活 在這一年更可藉由降低主動出頭的頻率 避免過度干涉他人 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夫妻宮聚門文昌又必加林星 三方市政會太陽季又逢火星 感情奔波和焦慮常有爭執狀況發生 逢林星也表溝通不良及口舌糾紛 由於也跪到了左府 感情上要小心第三者介入感情之中 如已經劈腿的人很容易被抓到 建議在感情方面保持謹慎 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爭端 加強溝通以維護穩定的感情生活 對於已經出現感情波折的人 可以藉由改善溝通方式和處理衝突的方式 來緩解感情上的壓力 並繁繁第三者的介入 財博工作天機太英和天馬 你在投資方面擁有多元的想法 然而不幸的是太陽化劑的影響 可能使你雖有投資但收益有限 同時需要特別關注資金周轉的問題 雖然左府右臂以及天良等長輩貴人的助力 且暗合了五曲科破均權提供了一些幫助 但由於太陽化劑的存在 財務上仍然面臨破財之風險 由於財博工同坐太英心 預示在2024年農曆6月之後 可能會出現資金周轉不靈的狀況 因此建議在投資和理財上謹慎行事 提前做好充分的預算和資金安排 以應對可能發生的財務挑戰 同時也可積極請教身邊的長輩貴人 以獲得更多有益的建議和支持 極二宮天府新政座 三方形成陸權科三期佳會 雖逢煞心不少 表這一年如有生病也無大礙 健康狀況相對穩定 然而需要特別留意腸胃方面的問題 以預防潛在的不適 由於連針化入造極二宮 顯示在這一年可能經常有工作上的應酬 然而要注意的是 也可能導致過度進食 影響消化功能 因此建議在應酬時 要注意飲食的均衡 避免過度飲食 以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 總體來說 雖然整體上身體狀況較為穩定 但還是要謹慎保健 特別是在飲食和生活習慣方面 官陸宮是做天童星與魂曲星 顯示在這一年 你可能在工作上感到懶散 有一種渴望休息的心情 然而由於太陽星化劑的影響 即便你想要休息卻無法如願 反而被迫繼續努力工作 這可能導致工作上的誤會和衝突 因為你的努力可能被他人誤解或不理解 但因為天童星受到太陽化劑的激發 顯示工作上的進展順利 但同時也意味著你可能會感到相對疲勞 這種情況下建議要更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保持適度的休息 以應對工作上的壓力 同時提高溝通效果 確保他人對你的努力有正確的理解 可以有助於減少誤會的發生 使工作更加順利 屬屬的同學 2024年假成年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今年以選擇保守穩健的策略 以確保事業和生活的穩定發展 女命建議在這一年 避免過於干涉他人事物 保持低調不要過度幫助他人 以免招來意外煩惱 保持內心的沉浸與和諧 可以有助於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屬牛的生肖 在2024年假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牛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攻連針化鹿加七煞 三方形成沙破狼格 同時五曲化科破君化拳 形成了三騎佳會的大格局 古曰科拳入拱名譽昭彰 又逢天魁天月貴人來幫 為這一年的運勢錦上添花 總體而言這將是一個超級棒的一年 屬牛的同學要好好把握 2024年假成年的流年運勢 衝一波事業的高峰 而夫妻公正坐天象星逢地空地劫雙煞 對公有五曲破君這些不利於感情的心耀 表示這一年的桃花應該都是身邊熟識的人 例如同學、同事、鄰居等 因此建議屬牛的同學應該善用身邊已有的異性資源 或是考慮由同學、同事、鄰居等介紹的對象 然而由於夫妻公逢地空地劫 儘管也有紅藍天璽的存在 但今年容易與欣賞的異性發展成有緣無份的狀況 夫妻相處可能呈現聚少離多或貌合神離的情況 因此建議在感情方面謹慎行事 並專注於三期嘉惠這一年的流年運勢 更加用心在工作事業上努力打拼 感情順其自然就好 財婆工作、紫薇貪狼三方形成殺破狼格 且本命連征入、破君拳、五曲科 形成三期嘉惠的大格局 這一年個性積極、開創性十足 事業方面將展現強勁的衝勁和卓越的能力 預示著這將是一個賺錢盡財相當強勢的一年 屬牛的同學應該要充分把握這個賺大錢的機會 並努力實現事業上的目標 飆要注意在追求事業成功的過程中 需格外注意身體健康 尤其是在外面奔波事業時 要特別留意四肢的狀態 與太陰心同坐也要注意腰椎 因為這可能影響到腰部的健康狀態 而太陰心代表膀胱系統 尤其是泌尿系統 要格外注意其健康狀態 天激心代表血管和尿道 且需要特別留意下腰部的骨頭或神經狀況 如果工作防忙 長時間坐著可能引發坐骨神經痛 突然感到手腳不舒服或痠麻 也是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由於三方會到了太陽化劑 特別要留意交通意外可能導致的肢體受傷 因此要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 建議採取適當的休息和運動 注意工作姿勢 以預防潛在的身體不適 關入工作破均心化拳與鼓取心化科 預示著這一年的工作環境和事業 將充滿變動 建議積極主動朝著正面的發展方向前進 整年將是一個有穩定收入的一年 且三方逢聯真化路形成三期嘉惠之格局 表示屬牛的同學 今年官入宮非常強旺 這是一個非常有衝勁的格局 工作上會有巨大的突破 雖然工作容易奔波勞累 但應注意給予屬下充分的授權 同時提供適當的教導和輔助 以便更好的掌握全局 取得出色的表現 工作上的心情 將有機會帶來豐富的回報 因此是會有很大收穫的一年 2024年屬牛的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這一年因防對人態度過於強硬 並注意做事容易再三推脫 拖延的傾向 也應該注意避免過於保守 不夠積極的態度 女命這一年因留意情緒控制 因為性格可能容易變得衝動 建議在行動之前三思而後行 同時要小心避免因不喜歡受約束 而獨來獨往的狀況 保持冷靜和理性的心態 有助於維持更穩定的情緒和人際關係 屬虎的生肖在2024年甲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虎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攻空攻但做入存 對攻是天積太陰 空攻也表這一年屬虎的同學 比較沒有努力的目標 容易莫名其妙的就過完了2024年 由於三方縫假成年太陽化祭 故表這一年在感情和婚姻方面 多波動和困擾 由於屬虎的同學 遷移攻天馬縫命攻入存 形成了入馬交辭格 表這一年越動越有才 轉業、調職、可或轉機 同時這一年將有豐富的旅遊機會 特別是在農曆6月之後 可能會有機會前往遠方出差或旅遊 總體來說 屬虎的同學這一年可能需要更加謹慎 而積極地處理各種挑戰 且有一馬奔波、跋涉他鄉之象 且這一年也容易是個小器財神 可能需要更謹慎地處理財務事物 避免因斤斤計較而引發不必要的煩惱 特別是在感情、婚姻和財務方面 夫妻公的天良心一樣被對公的太陽化劑衝爆了 這意味著感情方面需要特別留意 與年紀較大或遠方認識的對象 可能引發的糾紛和困擾 同時逢左輔右臂也增加了夫妻相處中 第三者介入的風險 並逢陸存暗示著不僅存在一位桃花對象 而是可能有多位 表面上屬虎的同學桃花似乎很旺 但逢太陽化劑衝爆 無論是單身男性還是已婚者 都要警惕避免陷入桃花劫的狀況中 財博工作巨門文昌又必又有零星 同時匯到了太陽化劑 雖然逢左輔右臂貴人相處 人需小心可能會有大破財的情況 不過由於匯到了陸存及天馬 形成陸馬交辭格表洞中有財 財源不缺 但因逢太陽化劑 所以可能不容易守住財庫 舉例來說賺了一筆錢 卻可能因為出國玩而化掉 因此在財務規劃上要格外注意 僅防因太陽化劑的衝擊 使財務出現不穩定的情況 極二攻逢連真化鹿 破均化拳 無舉化科 形成三期加會 顯示這一年身體狀況 應該是相當健康穩定的 但因為逢了晴陽陀螺兩煞心的影響 還是要特別注意腸胃的健康狀況 突然的不適可能發生在腹部附近的肌肉 同時也要特別注意背部肌肉 以及抽筋的可能性 保持對身體的細心觀察 並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 是確保整體健康的重要步驟 官陸宮太陽化劑正坐 但逢文昌文曲 左府右臂相住 工作上吉凶參半 由於會到了陸存天馬 形成陸馬礁石格 以洞中求財外 也表有機會再多兼職一份工作 因此這一年可能會是奔波勞路 卻不容易存到錢的一年 屬虎的同學在2024年 屈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無論是單身男生 還是已婚的男性 以保持遠離異性的距離 避免看似桃花很旺 卻可能是桃花陷阱 女命因防感情上的困擾 以遠離年紀較大的男性 以免意外成為感情中的第三者 屬兔的生肖在2024年 假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兔的同學流年運勢 晴陽做命工煞氣過重 故屬兔的同學這一年脾氣定然不佳 情緒較為不穩定 對公有紫維心和貪婪心 顯示這一年在外尊貴且桃花旺 但紫維心不逢腐臂的輔助 可能容易陷入缺乏主見 固執 好奇心過重 孤僻 專斷 不願意考慮他人意見的狀況 然而三方逢 連征劃路 破均劃權 武曲劃科 三齊佳慧之大格局 則表現出獨立策劃的人力 具有獨特的思維方式 這一年可能因為突發奇想 而有機會創造財富 雖常人化險為夷 但財務上可能呈現進進出出的狀況 總體來說 儘管有創造財富的機會 但到年底 可能仍然難以累積財富 夫妻公連征赤桃花星劃入正座 且天遙同度 再會貪婪星 紅嵐星 正野桃花旗聚 三方形成了三期佳會格局 這一年屬兔的同學 應該是桃花過多的煩惱 而不是沒有姻緣 然而由於同時逢地空地劫 因桃花旺感情雖容易開花 卻不容易有結果 感情路走的會比較辛苦 比較累 且七薩星座夫妻公 逢舞曲會照 七薩和舞曲皆屬於相當孤客之心 因此屬兔的同學 在這一年感情上 傾向速戰速決 該分就分 該離就離 毫不留情 感情上表現得相當強勢 財伯公天象星正座 對公有破均畫拳和舞曲畫科 表財運非常強旺 但財伯公正座地空地劫 表財會被兩顆土匪星所劫走 足與財無緣 空歡喜一場 經常是賺得到錢 卻不夠花的狀態 努力賺錢 卻存不了錢 辛勞而無所獲 為勞入命的一年 飢餓工作 聚門和靈心 身體健康需要特別注意喉嚨方面的狀況 尤其是要留意耳鼻喉的部位 同時由於逢太陽性化劑 不僅可能持症狀加倍 還需警惕可能發生的心臟 眼睛和腦神經方面的問題 保持對這方面的關注 有助於及早發現潛在的健康問題 並進行適當的預防 官入工作天府星被太陽太陰所夾 形成日月夾斧的穩定狀態 同時對公聯真化路會照 三方會破軍拳 五曲科 形成三期嘉惠之格局 但可惜太陽化劑 讓這格局威力弱了許多 儘管太陽化劑的影響 但由於三期嘉惠格局 仍然相當強大 基本上工作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此建議要好好把握這個流年 工作運勢會是表現不錯的一年 2024年屬兔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藍命 因防沉溺於酒色財氣 以及過於嚮往風流的傾向 女命 因注意避免因勞碌奔波一整年 而無所獲的狀況 而不論男女命 屬兔的同學在2024年賈成年 移走宗教、修行、修身 以實現心靈的平和 方得安身度過這一年 屬農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農的同學流年運勢 並工作天同文曲 除了受到對公聚門星的影響 且三方式陣還會到了太陽畫季 故容易是先苦後甜的過程 但在年底時將有顯著的成果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可能會有些許紛爭 特別是女性同學要特別留意 由於天同福星做命 且逢左輔右臂等貴人相助 不僅意味著機遇多 貴人員也豐富 同時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也相對較多 因此也容易受到長輩的賞識 是格局不算差的一年 夫妻公呈現空公的狀態 感情方面在2024年可能就是沒什麼想法 加上存在許多溝通上的問題 使得感情進展受限 可能會遇到來自遠方的對象 但這些關係可能難以有實質的發展 此外 由於入存做夫妻公 可能遇到的對象 較為保守 有著小氣的特質 夫妻公對公 入存縫天馬 形成入馬交池的格局 愛情運方面可能因為生活過於繁忙 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關心另一半 或與對象交往 另外逢假成年太陽化季 因此在感情上 女性同學在這一年要特別注意 可能出現紛爭 特別是在工作中遇到的男性對象 可能帶來一些額外的狀況 財博公天良心振作 卻被對公太陽化季衝破了財博公 這一年可能會有大破財的狀況 由於天良心原則性過強 再加上三方會道天馬 馬為洞之翼 故這一年有可能因原則性的問題提出離職 也相對的印證了 財公被太陽化季衝破的狀況 同時在關田宅公財庫 亦逢空結雙煞 所以財來財去不是很安穩 因此屬龍的同學 在這一年應該謹慎禮財 儘量避免參與投資或投機活動 極餓工作天象及空結雙煞 並加會晴陽陀螺 除了可能導致關節不適的情況外 陀螺也表慢性疾病及傳染病的疾病 然而由於逢到了五曲化科 這些身體不適的情況會在花錢看醫生下逐漸康復 在這一年中特別需要注意對象的選擇 以及與朋友的交往關係 以免破財又傷身 官陸工作天積太陰和天馬 對公有陸存 形成陸馬交池格局 表示屬龍的同學在2024年 在工作上會非常的忙碌 工作運算還不錯 事業發展會非常的不錯 然而由於逢太陽化季 需要特別注意情緒的管理 以免因情緒波動而得罪主管或長輩 在這一年中 考慮外地發展可能會更加有利 2024年屬龍的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難命建議考慮外地發展 或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努力 同時要謹慎進行理財規劃 因為財庫揭破 建議保守投資為上 女命防感情紛爭 建議遠離與工作有關的男性桃花 以維持工作環境的和諧 屬蛇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蛇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工作破軍畫拳 五曲畫科 三方會到了聯真跨路 形成三騎家會的超強流年格局 同時受到天葵、天月、貴人心幫忙 三方還縫紫薇、貪狼、聯真、七煞 以及對攻天象星 形成殺破狼的強勢格局 這一年移動中求財 尤其是在工作事業上有望有所突破 聲望也可能得到提升 是相當精彩的一年 夫妻宮空宮但做晴陽星 對攻紫薇貪婪 且三方也會到了聯真跨路、天搖星及紅鸾天喜 表這一年桃花旺爆了 異性元必佳 但應有晴陽星振作 並會空結雙煞 表感情口角爭執頗為嚴重且多潑折 容易無結果 同時寫小星、淡桃花殘生 以及身邊小人也多得一年 建議把重心移轉到工作上比較妥當 財博工作七煞、聯真跨路 三方會到了破君跨拳、五曲跨 財工形成三騎家會的格局相當不錯 加上又是殺破狼、賺錢、衝勁十足 並且逢天葵、天月貴人相助 以好好把握這個賺錢的好機會 這一年會讓財庫賺得滿滿的喔 然而也因為逢到了晴陽、陀螺、地空、地劫四煞 雖然有大進財的機會 但也要記得要守得住 否則可能變成大破財的財進財出 到守成空的結果喔 飢餓公是天良心正座 但對公太陽化劑正充 因此首先要小心身體方面 特別是心臟、眼睛、頭部等問題 此外要留意可能出現的肌肉痠痛等問題 同時也需要注意腸胃相關的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天良心也代表長輩 特別是男性的長輩 也應該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 官路工作只為貪婪 並會到了連針路、破軍拳、五曲科 形成三期嘉惠格局 並有著殺破狼的衝勁 且逢天葵、天月貴人相助 工作上也備受肯定 且有可能有相當多跳槽或異動升遷的機會 搭配流年財工的狀況 如今年能在工作上好好衝刺 將會是相當有收穫的一年 要好好把握喔 屬蛇的同學在2024年 屈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防投機 只為不逢腐壁 屬官意識非常強 容易思慮不周 而產生糾紛 女命防愛面子 容易為夫而忙碌 無法兼顧 就順其自然吧 屬馬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馬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攻正做太陽星化劑 前移攻天良長輩星被衝爆了 對男命及陽性近親 比如父親、丈夫、兒子不利 特別是直系血清中的男性 顯示健康方面可能存在問題 甚至有傷亡的可能性 因此建議要特別關注直系男性親屬的身體健康 此外 在2024年 屬馬的同學可能會面臨一些與人相處的困難 容易感到壓抑 性格方面可能變得多變 對現實感到不滿 表現出不講理且急躁的態度 這可能導致性情暴躁 容易與人發生口舌之爭 因此在這一年要特別注意 處理人際關係 避免不必要的紛爭 由於太陽主官陸 天良主公民 本來太陽居五位亮度最強 結果2024年太陽化季的影響 表工作不順外更無公民可言 雖家會文昌星本主貴 考試應該會有公民 結果太陽星移化季 考試方面也將面臨不順利的情況 屬馬的同學 這一年確實是個相當難熬的一年 夫妻公做天童 文曲 佐甫星 對公巨門 文昌 又壁星 三方又逢太陽化季 表這一年遇到的對象 可能存在年齡差距較大的情況 有可能是老少配 夫妻公見火靈 預示著可能會有閃電成婚的真相 但由於彼此了解不足 容易衝動且充滿激情 因此雙方在這一年的相處中 嘴巴雖然不說 但內心可能受到痛苦的折磨 建議如有閃婚的打算 應該慎重考慮清楚 逢巨門這顆是非之心 且太陽化季無法照亮巨門之暗 故這一年要防範口角紛爭 配偶可能更容易鑽牛角尖 疑神疑鬼 感情上容易出現第三者的問題 但感情陷入困境 這一年的感情運勢相對較差 需要特別小心處理夫妻公的狀況 財伯公雖然為空公 但做陸存及火星 對空天姬、太陰和天馬 再加上太陽化季的影響 顯示由於身體或長輩的因素 需要花一筆醫藥費 且財伯公建陸存會到了太陽化季 表陸季交持金錢流動性大 且財庫也就是田宅公 亦逢空節土匪心 所以財來財去 整體財運不是很安穩 在這一年中 得財辛苦又奔波 相對辛苦且需要不斷奔波 這一年中財運不是很順利 且有可能面臨大破財的挑戰 極二宮連真化入加七煞 逢破君拳、五曲科 呈現三期佳慧的情況 這表示身體狀況充滿活力 這一年你可能會積極參與健身活動 保持良好的身材 同時這種健康的狀態 也有助於提升工作上的名聲和形象 然而由於太陽化劑在數碼的流年命功上 人需特別注意呼吸系統、心臟、視力 以及可能的意外傷害 在保持活力的同時 請注意身體的各個方面 以確保全面的健康 關入工作聚門、文昌、右臂和靈心 然而受到太陽化劑的影響 職場多是非之老 表有些話不能直說 需要謹慎處理言論 尤其是在與長官、長輩互動時更應留意 此外 流年官入宮逢火靈雙煞的影響 可能會在事業上感受到一些挫折和無力感 且可能會有一些背後的是非 在這一年中需要特別注意職場溝通 避免誤會和衝突的發生 2024年屬馬的同學 趨吉避兇的方法如下 難命這一年防個性固執 奔波勞碌的情況 易犯小人 常受朋友拖累 事業波折不順 且與父母親緣博 女命這一年要小心感情生活可能不順利 易有失戀的痛苦經驗 此外 配偶可能會表現的固執 並且較注重面子 在這一年中 要謹慎處理感情事物 並與配偶良好溝通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屬羊的生肖在2024年甲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羊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供正坐天府心 對公有連針畫路 三方匯照破軍畫拳 舞曲畫科 形成三騎嘉惠之格 且日月甲天府 表這一年貴人運望 具有坐貴相貴的格局 表地位可能會大幅提升 也表有錢又有名的一年 由於連針畫路照天府 表屬羊的同學這一年喜歡往外跑 如轉業或搬家會帶來好運和身材 工作上可動中求財也會有成功的機會 這一年也善於理財 出外能得異性之助 整體而言 這是有機會賺取事業成功和財富累積的一年 夫妻工作破軍畫拳與舞曲畫科 同時會到了連針畫路 呈現三騎嘉惠的格局 原本舞曲破軍做夫妻工 婚姻生活容易不協調 但在連針畫路的作用下 這一年反而可能協調得更好 雖然受到太陽化劑的影響 表示男性配偶脾氣可能容易不好 但同時也會受到空傑及羊駝士煞的影響 整體來說如果夫妻間剛好聚少離多 影響就相對較小 算是感情精彩也不錯的一年 財博公是空公 對公是紫薇貪郎 逢陸泉科呈現三騎嘉惠之格局 然而依然會受到空傑及羊駝士煞的影響 表示在求財方面可能會相當辛苦 雖然有天葵天月的貴人相助 但財源大概需要靠自己的努力獲得 這一年也容易與財無緣 空歡喜一場 因此理財因以保守穩定為上策 建議謹慎考慮投資和開支 以確保財務的穩固 飢餓公為空公 表整個身體狀況沒什麼大毛病 但需要注意對公天機心和太陰心的影響 要注意泌料系統的問題 之外 飢餓公作入存及火星 同樣受到太陽化劑的影響 可能要小心突然飲食過好而引發上火 高血壓甚至腦溢血等狀況 官露公天象星與地空地結同坐 三方會晴陽陀螺四煞齊聚 雖然仍然存在著三期嘉惠的格局 但好格局都被破壞光了 這一年在工作上的進度可能會延遲 甚至沒有太多實質進展 此外由於容易迷糊或散漫 造成工作上做出錯誤的決定和選擇 在職場上容易宿敵過多 可能會被孤立忍弱 甚至可能遭到小人反撲 更可能因此失去工作 建議在這一年特別注意工作的細節 提高專注力以避免可能的問題和挑戰 2024年屬羊的同學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這一年防塑敵過多 可能會面臨孤立的情況 同時要避免太過保守謹慎 以免產生半途而廢的現象 女命這一年要小心避免因朋友而破財 尤其是男性朋友 不宜有太多金錢往來 因特別提防友誼可能對財物帶來的影響 保持謹慎的態度 屬猴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猴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公正坐天機太英暗合了五曲化科破均化權 這象徵著在外表具有權力且私底下又有錢的一年 但天機星表奔波表示可能需要在外忙碌奔波中獲得財富 預示這一年可能會在忙碌中度過 由於屬猴的同學賈成年命公在四馬地 又逢天馬正坐 本身就有過動的趨勢 事故這一年喜動不喜盡 要人靜下心來練書非常困難 考慮到命盤中文昌文曲兩顆文心揭落線 古曰靈泉冷淡 因此如果要準備考試可能需要調整個性 盡心讀書否則可能難以取得理想的成績 對於即將參加考試的同學請特別留意這一點 夫妻公正坐太陽星化劑 這一年也容易出現年紀相差很大的對象 也就是容易出現老少配的狀況 太陽星化劑也可能導致夫妻關係不融洽 此外可能引發財運不佳且產生破財的情況 容易因錢而吵架 太陽化劑的影響尤其對女性而言 因留意防范 丈夫可能無法負擔佳劑的情況 以免陷入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困境 此外也因留心防范 先生可能染上賭博惡席的可能性 財博工作天童星與文曲星加上佐輔星 因為逢太陽化劑 故因小心錢容易被騙 尤其是與異性有關 也要注意被連長的異性騙走你的錢 對照夫妻公的狀況就可以知道 財運方面可能呈現財進財出的狀況 雖有貴人相助 但也代表開銷相對較大 才不容易留住 疾餓公為空公且正作晴陽星 三方雖逢破均拳 五曲科 但也會受到羊駝空結四煞的影響 這表示身體狀況尚渴 但需要留意可能因運動過度而導致四肢或肌肉的拉傷 進而影響肝脹的健康狀態 此外過度運動也可能引發腸胃不適的情況 因此需要謹慎控制運動強度 以維護身體的整體健康 關露公做天良星 結果被對公太陽化劑正衝 原本天良星與太陽星的結合 表示民主外相、開朗、博愛、喜歡照顧他人 並願意輔助弱小 然而在2024年太陽星化劑 並衝爆了關露公的天良星 上述的性格特質反而會有相反的效果 因此在這一年中 建議減少參與工作上的閒事 專注管理自己的工作 不要過度介入他人事物 以免引發紛爭 2024年屬猴的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難命這一年因注意個性容易胡思亂想 且鑽扭腳尖而引發問題 同時可能傾向於想太多而實際行動不足 建議專注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避免愛管閒事 女命這一年因煩煩 丈夫可能突然失業的情況 有可能導致先生陷入賭博二席 建議加強對丈夫狀況的關心 並在需要時給予適當的支持 蜀雞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蜀雞的同學流年運勢 並供振作紫維心和貪婪心 且會到了聯征路破軍拳五曲科 形成三騎加會 但同時受到空劫和羊駝士煞的影響 凡事百般蹉跎 這一年建議擁有宗教信仰 以獲得安身立命的支持 由於貪婪心最怕秦陽心 當紫維和貪婪心遇到秦陽心時 會使原先所配置的美好現象減少 因此若考慮轉職 建議朝向美容、胖法、斷帶花編制等 記憶領域發展 以便更好地對應這一年的運勢 這一年由於屬雞的同學 命空商方會造破軍心 雖能有所成就 但一路走來會多艱苦 成效可能要到年底才會顯現 在工作方面算是順利 且善於理財有機會獲得權貴的支持 同時也有桃花韻 容易獲得異性的協助 然而財務狀況會有較大的波動 若能先破而後得 叫人守住錢財 這一年賺錢大多伴隨著辛勞 守財不易以穩定中求發展 比較守得住這一年的財庫 夫妻工作天輔星 形成日月夾夫妻宮 表感情上是穩定的發展 可能會遇到很多有品味的對象 然而由於逢太陽畫季夾夫妻宮 感情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擾 在感情方面逢三期佳會 使局面變得熱鬧 可能會有很多人想介紹對象給你 但因逢空節的影響 你的興趣可能不太高 建議專心努力在工作上 讓感情自然發展 否則由於本命有桃花販族之相 過多的桃花可能並非都是好事 財博宮逢破均畫拳與五曲畫科 並匯到了連真畫路 形成三期佳會之格 表這一年來財不缺且有錢可賺 然而可惜的是對宮逢空節雙煞 土匪劫走財庫 導致原本良好的格局被破壞 這可能導致賺錢容易 但金錢來得快去得也快 常因善盡而難以累積 因此除了把握來財的機會外 同時也需要懂得守住財庫 避免金錢流失 只有這樣 才有機會在這一年 將賺來的錢留下來 極二宮天童心加上文曲心 需要小心腎臟、腰部以及泌尿系統 膀胱容易出現問題 同時容易感到憂鬱 因此要注意調整心情 這一年也要防肥胖和糖尿病的問題 建議務必尋求醫生的建議 並進行相關的檢查 關陸宮做連真畫露和七薩心 同時縫破均畫拳和五曲畫科 形成三期嘉惠之格 可惜的是六薩縫上了四薩 也就是空、結、羊、陀都會上了 使得原本良好的格局被破壞了一半 儘管如此 依然可以視為一個在工作上表現良好的一年 然而要注意可能發生的衝突和混亂的情況 變化較多 容易與他人產生摩擦 進而影響工作狀況 需要格外留意 在工作方面 建議善用連真畫露的人量 由於連真心組流動之財 因此創業時已考慮從事流動性高的行業 如百貨業、小攤販、貿易類等 必有利可圖 連真心同時擅長交際應酬、公關、商業買賣 娛樂等行業 這一年可以善加發揮這些特長 2024年屬雞的同學 屈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 這一年因注意防 好酒色才氣 避免沉迷於風流之事 以免引起紛爭 女命 這一年雖有桃花販主之相 有桃花未必是好事 反而應該更著重修身養性 專注於個人的成長和提升 屬狗的生肖 在2024年甲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狗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工作巨門心、文昌心、幼壁心、嘉陵心 由於太陽化季無法照亮巨門心之案 這一年容易犯小人 多口舌是非 創業生意也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 女命 感情上可能會面臨波折 太陽星化季可能導致一些不光明的事情發生 然而由於坐落於成、虛、惡宮的巨門心 盛禧於地空、地劫、秦陽、火心、靈心、武煞心及化季心同工 有助於衝破天羅地網的束縛 在面對困難和挫折的時候 反而能夠更加努力、進步 這一年有可能獲得豐富的成就 克服各種困難 夫妻工作天積心及太陰心 並逢天良心與露存 然而由於太陽心化季的影響 表年輕的對象容易是騙人的 但年長的對象可能就會幫你 女命防這一年配偶容易吃醋 並有可能干預女性的事業發展 此外 配偶可能表現得比較神經質 容易出現失眠、焦慮、懷疑東、懷疑西、建議失簽等現象 在感情方面需要特別注意溝通的重要性 因為這一年婚姻生活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財博公正做太陽心化季 表示財務收入不穩定 賺錢的過程較為辛苦 且可能需要透過激烈的競爭來取得 這一年可能會有花錢浪費的情況出現 且難命不利於創業 太陽心也主國外 然而由於太陽化季的影響 可能表明在國外賺錢的機會 需要謹慎注意 以免出現意外狀況 或者在出國時不慎而破財 疾惡公、無曲化科、破均化全 並會到了連真化路 形成了三期佳慧的狀況 這表示在這一年身體上會有很大的轉變 而化路在身體上表變胖 或者因為破均心的影響而強調運動 也表示可能因運動而增胖、增壯 上健身房花錢健身也能獲得不錯的體型 並且贏得他人的讚美和肯定 官路公是空公 表示在這一年內可能會感到目標不夠明確 進展不太順利 而且又碰上了太陽化季的影響 這可能導致在工作上的困難 即使有賺到一些錢 也可能因為不穩定而難以保留 對於屬狗的同學來說 這一年可能會考慮創業 因為對公有天馬心的影響 但同時也受到太陽化季的影響 觀察財博公正做著太陽化季 表示創業雖有賺錢的機會 只是才有俱善無償 到手成功吃相 建議想創業 明年再嘗試吧 2024年屬狗的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男命防個性固執且容易情緒化 小心出國亂花錢而大破財 女命防心情低落帶憂鬱感 感情方面可能會有波折 屬狗的生肖在2024年賈成年流年運勢分析 2024年屬狗的同學流年運勢 命攻天象星與空結雙煞同坐 對攻遷移攻有破君化拳 五曲化科 並匯到了連真化路 形成了三騎嘉惠之格 主翼馬 破君化拳意味著你具有領導人力 但也主離鄉 表出外的機率很高 需勞碌奔波 所以遠方有貴人 只要出外就有貴人 所以出外會比較有收穫 然而不幸的是 逢四煞破格之相 雖然財運看似非常旺盛 但受到空結土匪心的影響 容易有一些波折 儘管有眾多貴人相助 事情進展順利 但逢秦陽 陀螺雙煞 容易跟貴人吵架 需要特別留意與合作夥伴的溝通 以免與他們發生爭執 建議在這一年裡 以合為貴 避免衝突 以確保事業發展的穩健與順利 夫妻工作只為心和貪婪心 且入拳科三期佳慧 桃花不缺且相當精彩 有機會與異性到處去玩 然而由於夫妻供逢空結 陽陀四煞 桃花雖然精彩 卻伴隨著痛苦 建議這一年遠離桃花 會比較好哦 財博工作天府心 顯示整年財庫相對穩定 逢陸全科三期佳慧 建議移動中求財 主動尋求財富 財運方面雖然貴人不少 但逢秦陽陀螺 地空地結四煞星 反而主破財 加上田宅公 財庫未也逢太陽化劑衝破 事故財庫有損 總體而言 只要不涉足投機事業 財務狀況仍然相對穩定 然而需要特別小心 桃花方面可能引發的破財情況 疾惡公正做太陽化劑 可能出現頭痛、頭暈、眼疾、心臟病、高血壓、中風等情況 特別是對男性而言 需格外留意健康狀況 財務公為空公 且正做秦陽星匯到了陀螺星及空劫雙煞 對公紫薇貪婪 雖然燒解煞星的惡的影響 但挫折難免 在工作方面 由於紫薇星不逢腐壁幫助 可能面臨這顆紫薇星孤立無援的狀況 容易做出錯誤的決定 還好逢破均畫拳、舞曲畫科及連真畫路 三期嘉惠之格穩固下 尚可減少逢煞過多的反撲 建議可以考慮應徵大型機構的機會 或許會有長輩提拔你 使你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且有更多的權限 然而需要特別注意 遠離桃花的誘惑 以確保事業發展的順利 2024年 屬豬的同學 趨吉避凶的方法如下 難命 建議戒酒 同時注意 預防太陽化劑 可能引發的相關疾病 如有身體不適 務必及時就醫 女命 需注意情緒化及憂鬱感 這一年 感情可能多 波折 而無名老師很高興 能與大家在這分享與討論 紫薇斗數相關話題 2024年 甲成年十二生肖整體運勢分析 我們終於完成了對2024年的預測 如果各位 仍有關於2024年 甲成年 流年運勢的相關問題 請在留言區告訴無名老師 層次的邀請您 動動手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 也請點個讚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此外 我們樂切期待 大家踴躍使用 超級感謝贊助的功能 這不僅是對無名老師頻道的 實際支持 這些贊助 更將直接幫助提升我們在影片編輯 錄音設備 以及工作人員的水準 您的每一份贊助 都是對無名老師創作的重要支持 有助於我們提供更優質的內容 感謝您的慷慨支持 共同見證無名老師頻道的不斷進步 大家還可以在我們的頻道首頁 掃描QR Code 加入無名老師專屬的LINE群組或FB社團 這樣您就能更深入參與我們的社團討論 敬請期待下一集的節目 再會 最後無名的師傅說 在之前的影片 十二地支與紫維斗數的關係中 我們曾提到 由於十二地支在命盤的位置是固定的 與東、南、西、北、春、夏、秋、冬 命盤十二公位 每年十二生肖 一年十二個月 一天十二個時程 人體十二經絡相配 因此透過紫維斗數十二地支 我們可以將其對應到十二生肖 在紫維斗數命盤中的位置 並以十二地支所在的十二生肖命工 例如命盤中的地支紫維即是當年屬鼠的同學的流年命工 地支醜味則是對應屬牛的同學的流年命工 以此類推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能去預測十二生肖在當年流年的整體運勢喔 尤其是可以丟致在紫維斗數字 在派出現有些長寫組織的程度 柏人成長